不是 怎么会一出售票呢 我们和领导一块出差 我们领导刚刚上去 这我们要是不到怎么办 你能不能帮帮忙 再看看有没有票 不好意思 我们是按照 直级顺序办理的 而且现在飞机上 确实没有空位了 小白 遇到什么问题了吗 秦仁哥 我们应该是来晚了 这班飞机满了 我们只能下一班了 那怎么行 于部长刚才还说了 要在飞机上 跟我们对一下会议的进程 对班飞机 我们就是挂在翅膀上 也要飞过去 于是不要慌 师傅教你一下 处理危机的技巧 小姐姐 下一位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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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大家都是大工人嘛 出来换口饭吃也不容易 是吧 怎么那么没想到 这个 刘小姐是吧 姜刘 我的名字是 班 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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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天仁哥 咱们走 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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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走 走哪儿去 我给我就是 我舅舅打了个电话 我舅舅跟航空公司呢 换了两个会员的位子 赶紧的 我们走那边 VIP 要不然白不齐了 你什么舅舅 可不可谱啊 您好 请往李总 您好 请往李总 小白 那个 一会儿起飞以后 把这种文件交给余部长 飞机上振风多秒骨作 这就是我想象中的职场生活 干嘛呢 干嘛你们坐这儿 这会儿是经济厂啊 把我看小白 先生 您好 这是您的坐位 天然哥 我坐 坐 不不不 不 请往李总 您好 请往李总 您好 请往李总 啥机关啊 放心吧 你跟我讲过 我们V6以下的员工 出差标准是经济产 但我让我舅舅免费 帮我们省了财 你放心 绝对不会牵扯到保销问题 怎么样天然哥 没给你丢脸吧 可不不啊 来 姑娘 一罐啤酒 谢谢 好的 您稍等 两个 好的 天然哥 你看这 别说话 睡觉 天然哥 别说话 睡不觉啊 对不起 丢人的是我 我不配 小白啊 听哥跟你说啊 在职场呢 还有很多的潜规则 你要慢慢地学习 走吧 走吧 哪儿去 那边 不 那边 两位来看一下这个房间 行不行 谢谢 谢谢 很好 很好 怎么样 干啥呀 这 就是职场潜规则 下哪儿去了你 为师现在就给你教授 职场第三课 公司给的指标是什么 你我余部长一共 三件房 但如果你我几亿间 就可以省下 一件房间 我们五五分其不美在 这个就叫出差福利 懂了吧 我懂了 天然哥 我有办法弄得 双倍的出差福利 什么双倍 跟我走 什么双倍 哎呦呦呦 慢点 什么双倍福利啊 这边怎么还走人呢 你等会儿 哎 哎 小白 说咋去 你去哪儿啊你 不是 你不是 我说话是几个意思啊 马上就到了 哥 什么马上就到了 小白 这是一间六星级酒店 对啊 那我们来这儿干什么 天然哥 是这样 你看 公司给我们的指标是 余部长 你 我 一共三间房 但如果我们在 我舅舅开的酒店住 这样我们可以省下 两间房 双倍出差福利 所以这家酒店是 我舅舅开的 怎么样 天然哥 我学得快不快 舅舅 喂 天然啊 舅舅先开了个农家乐 啤酒烧烤火火 西遭错备如素杀都有 周末记得来玩儿啊 周末大舅 不说了啊 谁还没个开酒店的舅舅呢